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就在这时纸的身旁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口井 而女同学就摔进了井里 再也没有出来 另一边疯子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纸便找来了一位保姆 无料这位保姆并不喜欢孤僻的纸 经常在疯子不在家的时候对纸恶言相向 结果这天保姆就看到了电视上的乱码跳楼自杀了 而这一幕恰好被回家的疯子看到 之后为了疏导纸 疯子便找到了一位心理医生开导纸 没想到在开导的过程中 纸突然声称要杀死所有人 紧接着纸便来到了地铁站 在这之后 地铁上的人都莫名地看到了诅咒视频 随后真子出现 最后地铁发生了事故 死伤无数 这种时候疯子再傻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发现似乎与纸接触过的人 都会看到诅咒视频死亡 于是疯子找到了哥哥 可是从哥哥那里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与此同时警察正在调取地铁出事前的视频监控 毫无意外地看到了出现在监控中的纸 而另一边疯子在哥哥的家中发现了一达信件 信件中全是对纸的关心 按照信件上的寄件地址 找到了这个名叫白川的人 白川告诉疯子自己是纸的粉丝 他称纸的母亲是被真子选中的容器 而纸就是真子在绝望之中诞生的孩子 现在要想解决诅咒视频的事情就要杀死纸 疯子听后感觉久久不能平静 而就在他离开白川的家时 白川就被出现的真子给杀死了 随后疯子准备找到自己的导师 结果突然发现导师已经被真子附身 并且朝着自己张牙舞爪地扑过来 疯子急忙逃窜来到一间电脑室 这时电脑突然出现乱骂 紧接着真子便从里面爬了出来 画面一转 疯子突然回到了家中的浴室 而此时指的母亲 也就是第一步中的女主出现在浴缸中 将疯子拉进了水中 质问疯子为什么当初不救自己 紧接着画面再次一转 疯子从睡梦中醒来 疯子惊魂未定地以为一切都是幻觉 却看到自己手臂上留有诡异的伤痕 在这之后疯子就开始不断地产生幻觉 看到哥哥和纸都变成鬼魂 缠着自己 而从幻觉醒来后的疯子又看到纸画的画 上面画的全是真子 经过这几天的折磨 疯子想起了白川的画 于是趁着纸熟睡的时候 抱着他来到大桥上想要杀死纸 关键时刻纸醒了过来 称自己并不愿意杀人 毕竟是自己的亲人 最后疯子还是心软了 之后疯子找到哥哥 在疯子的一番追问下 哥哥带着疯子来到了一间暗室 在这里疯子见到了熟睡的纸的母亲 原来纸的母亲具有通灵体质 所以真子便想要借助他来复活自己 为了不让真子祸害人间 纸的母亲便将真子封印在了自己的身体中 而纸因为也遗传了母亲的通灵体质 所以为了防止真子附身到纸的身上 哥哥便将纸送到了疯子那里 事实上死亡的人并不是纸杀死的 只不过因为真子的怨念太过强大 所以一直能通过视频杀人 不料哥哥与疯子所说的话 都被最近调查诅咒视频的警察听到 警察决定杀死纸和他的母亲 结果还没杀死两人 就被真子杀死了 另一边疯子忍不住纸的不断哀求 带着纸来看望了自己的母亲 结果就在纸与母亲接触过后 真子出现 他的身边也出现了那口井 紧接着不断的血水涌入进来 真子想要将纸拉入到井中 好在疯子及时将纸救了上来 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真子仍在找机会接触纸 而纸因为是母亲与真子合体的时候生下的孩子 所以他的身上多多少少带有真子的力量 就这样在纸也不愿意的情况下 继续有人不断地看到诅咒视频而死亡 这部电影承接了上一部的剧情 总体来说没有什么新意 看了第一部之后再看第二部 也感受不到恐怖的存在 两部电影还是看一部就够了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